所以即便你刪讀通過 你刑事罪隨便亂改 一是一之一要把人抓去關 如果沒有通過核線審查 如果跟臺灣的民意是背道而馳 誰該退 是那些國議員退 還是臺灣人退 我跟大家講 立委只做四年 但是我們身為臺灣人守護臺灣 是生生世世的問題 所以我奉獻所有人一定要記得 十萬人 千萬人 這是臺灣的怒吼 我們的國家會被我們堅強的守住 大家要有信心 所以明玉怎麼來看WHA 現在再度的拒絕臺灣進入 所以你看今天臺灣民意基金 會有一個最新的民調 就是說針對賴總統在總統就職的時候 他所說的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利屬 有高達七成四的民眾是贊成 贊成這樣子的說法 可是我會覺得說這應該要百分之百吧 誰會認為說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是互相隸屬的 我們本來就是不同的地方嘛 所以你看民意是非常支持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再來啦 就是說這次WHA我們八度被拒絕扣關了嘛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中國 還有最近藝人的這些事情 沒有一個國家的藝人 你會認 就是說他唱歌之前還要先表述說 我是哪國人啊 有美國人說我是美國人 然後有菲律賓人說我需要表態說我是菲律賓人嘛 只有中國這種阿拔的國家會這樣做 所以這兩件事情會讓中國這個讓臺灣的民心跟中國會越來越遠 所以妹妹怎麼來看WHA你的觀察 來簡單跟觀眾朋友來敘述一下 沒有 有譚德塞當秘書長 我其實不意外 但是我要叫大家不要失急 其實臺灣已經得到多足 過去臺灣是世界的邊緻 可是什麼時候開始 臺灣能不能加入WHA 有這麼多國家來幫我們聲援 而且這裡面有很多自由世界的強國 然後什麼時候臺灣的民主的大選 總統大選舉是這樣矚目 然後我們的總統就職典禮 有這麼多國家的元首前來或政要前來 最重要的是國際媒體 對 主要的國際媒體都支持臺灣 所以臺灣已經從世界的邊緻 走向世界的中心 我們要有自信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民主守護我們的民主 這是我們最堅強的力量 最後請讓我一點點時間告訴各位 今天國民黨通過這法律有多可怕 他的聽證權 他的調查權 他全部基於全國每一個人民 各位你可以想像嗎 臺灣現在努力在發展無人機 今天如果我把無人機公司叫過來 我問你機密 你不講我罰你 罰到你破產為止 那請問一下 我們的國防機密會不會外洩 更可怕的是 外國會不會從此不敢賣武器給我們 因為可能國防機密外洩 國會到處有馬文軍們 甚至於如果因為機密外洩 因為種種被認為我們臺灣是跟中國站在一起 我們成為中國供應鏈的一環 臺灣如果被制裁 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會告訴各位說 這不只是憲法的關鍵時刻 就是臺灣命運的關鍵時刻 從外面的WHA一夜之球 共產黨在做的是全套的組合拳 他讓你壓制你臺灣的國際財產空間 他壓制你 他用軍事的各種演習讓你心生畏懼 他理應外洩力量 導論你的施政 所以這一切就是為了中國共產黨 希望透過藍白的河流 國會在野力量 理外聯合的作亂 然後成為破口 瓦解 因為再堅強的堡壘 都監不起內部的瓦解 所以看到了 看到了WHA的事情 再看我們最近國會發生的事情 理應外合真的是國民黨 還有有人這樣講 說國民黨跟共產黨 現在理應外合 真的是這樣子嗎 怎麼來看呢 這個事實上就是如此 因為昨天蕭旭成 這個馬英九的辦公室主任 也非常奇怪 明明這對國會改革的法案 曉得不可開交 大家都要求國民黨民進民眾黨 對於國會改革有一個解釋 可是他自己跑出來說 這個國會改革跟反中 掛上線 掛上線 就是大家一直在吵國會改革 然後吵成是反中 我就想說 奇怪 有這個事情 我就沒這個尷尬 你那種感覺不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此地無銀三百兩 對不對 你就是這個大家在講說 這個傅崑奇 傅中之後回來 有一連串很失常的表態 比如說要把我國 以後不能用 要用所謂的大陸 這樣子的事情 跟這一次的國會改革 整個掛上去 然後因為吵得不可開交 因為有十萬人站出來了 蕭旭成居然想說 這不是反中無關的 反中無關的喔 這不是中國囉 那這不是此地有三百兩嗎 然後另外呢 這個藝人被表態 被逼迫表態的事情 越來越多嘛 今天早上已經統計 有二十二個藝人要逼 被逼迫要表態 不然就要被封殺耶 有很多的藝人 自己可以不表演 可是很多的藝人 現在在中國 已經成立了經濟公司 他自己歪去 歪去 不過他的經濟公司 如果沒去之後喔 有很多人 靠他們吃飯的人 就會因此受禮